另外呢我们来讲讲矿物质的缺乏所造成的影响 矿物质呢 有钙、美、心、铜、门、盆、钾 很多种包括弱 包括这个葛 很多种不同的这个矿物质的需要 有些矿物质呢 是不需要额外的专门补充 除非有特别的疾病 那一般来讲我鼓励呢 补充那种多种营养素与矿物质的合集 一般来讲这一种设计呢 现在的这些那些高科技的这些公司呢 都已经能够做到把身体所需要的那些多种的营养素合集在一块 我主要讲两个 第一个就是钙 第二个就是美 美呢 很多人比较不太知道 钙呢 由于前两年炒过很多的这个保健品 就谈过很多的钙 所以大家稍微知道钙的这个影响 但是呢 讲到钙以美的时候 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钙和美是无机的 无机的东西呢 是不能够直接被利用的 所以我们要应用的钙和美呢 是必须呢 是经过偶合的 有机的 打个比方 你把蔬菜里面的钙提起出来 比如说你从子发木序里面提起出钙 这个钙呢 对身体是很有用的 可是呢 你如果呢 把石灰的钙呢 把它去这个 弄成粉末 直接吃呢 这个就不能利用了 因为呢 它是无机状态的 所以都叫个钙 我发觉以前呢 到目前为止 有很多的钙制品 其实它的来源呢 是从无机的状态来的 这种钙 它的吸收力是很低的 而且很容易在身体里面沉积下来 非常容易形成结石 另外呢 如果你吃的是有机的钙就不同 有机的钙呢 它在身体里面 是以一个非常小的分子状态进入身体的 很容易被利用 也很容易被排除体外 不会造成沉积 所以呢 讲到钙与美呢 首先要知道它的来源 尽可能从食物当中获得 其次呢 一定要去 如果你要做营养补充 你就要去考究 那个营养补充的来源 是否是天然的制作方式 来自于这个蔬菜啦 水果啦 或者一些天然的食物 好了 钙和美 这些困物质构成了人体的一个关键结构 这个结构呢 就是人体的三大支架 这三大支架呢 是神经 骨骼跟血管 三大支架 所谓支架的意思就是 骨骼到达哪里 神经就到达哪里 血管也到达哪里 所以当你一动的时候 就是三个一起动的 骨骼 血管 神经 一起动的 也就是说 你生病的时候 不管你生什么病 骨骼 血管 神经 都会受影响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 我现在皱着眉头 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背后的神经呢 就要开始硬作 开始拉紧了 神经一拉紧 就把肌肉也拉紧了 肌肉一拉紧 就把后面的颈椎的 那个骨头也拉紧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这个动作 他的颈椎一定有问题 然后呢 颈椎有问题呢 代表呢 大脑供血一定不好 大脑供血供氧不好呢 就一定经常投晕 同时呢 记忆力会开始下降 所以呢 除了要去做颈椎的校正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改变自己的动作 不要让自己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之下 盖着缺拔 会导致容易做闷 头痛 尿皮 那各位注意看 预作闷是不是代表神经没有得到放松 什么叫神经没有得到放松 就本来你谈在那应该睡觉 可是你那个神经还拉紧着 那么拉紧的话 就继续在传递各种信号 人是睡着了 可是里面还在跑马 还有很多的那个图像还没有抹掉 还没有放松回来 还在继续传递的信号 另外呢 这个头痛呢 刚才讲过 它跟我们的神经紧张有关 然后呢 尿瓶 尿瓶呢 也是代表神经控制出问题 抽筋 还是跟神经的控制有关系 也跟肌肉有关系 盖美 跟肌肉的关系也很大 总的来讲呢 像肌肉抽动 腰酸背痛 液晶疼痛 容易骨折 身材矮小 尿床 心剂 所有这些症状都跟缺乏矿物质 钙与美有关系 那么最重要的 我把它总结一下 第一个 凡是身体僵硬 缺乏弹性 就跟缺乏钙美有关 所以 腰酸背痛 腿抽筋 这种僵硬的代表 就跟缺乏钙美有关 第二个呢 缺乏钙美呢 会导致僵硬 所以呢 僵硬呢 就对心脏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的血管僵硬 没有足够的弹性 肌肉僵硬 没有足够的弹性 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所有的痛 都跟缺乏钙与美有关系 不管是哪里痛 头痛啊 腰痛啊 不管是哪里痛 只要有痛 你就记得补充钙与美 哪怕是牙痛 因为所有的痛 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肌肉收紧 肌肉收紧 压迫到了血管 你才会感觉到痛 对吧 那么只要把肌肉一张开 神经血管不受压迫 那么你就不会痛 所以中医说 痛则不通 痛则不痛 但是这句话中医没讲清楚 不通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不通呢 除了血栓紧弹的形成之外 大部分的不通 都是由于肌肉紧张 压迫了血管跟神经 所以在下一章的课里面 还会好好的讲一讲 肌肉紧张 是影响身体 很多种疾病的关键 好 好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有经验 这个经验怎么用呢 就是 你们家不管谁痛 痛呢 你就给他吃一些 钙美补充剂 他如果还没有好 你就再给他加一点 还没好 就再加一点 加到他好为止 好 这方面我们倒是 真有很多的体会 我有很多的学员 牙疼的时候 还有疼得不得了 周围上医院又不方便 因为牙疼经常都是 生根半夜的 你去哪个医院 还有一痛 就是一个通宵 简直恨不得杀人 要么就自杀 真的 我觉得 不管担到多大的光 一个牙疼 就让他觉得生活 毫无乐趣 所以 人体健康 真的影响很大 不管你的事业 有多大的成就 只要你身上 任何一个部位 痛 痠 难受 你所有的成就 都会被这个 这个难受 给替代掉 真是这个样子 我相信 曾经牙疼过的人 深有体会 不过这里 有一个小小的方案 就是牙疼的时候 增加钙医美 再增加维生素 B 这两种增加之后 因为维生素B 也跟身体的所有神经反应有密切的关系 把这两个东西加进去 基本上好吃 好睡 不痛 不痒 我感觉很舒服 当然 不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具体当中 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缺别的因素所造成 不过 不管缺别的什么因素 这两个方向 首先是对的 我经常讲 我们给你的方案是对的 但是呢 你还缺什么呢 并不是说 单单靠补充的这个方案 能够彻底解决 有可能你还缺了一些东西 打个比方 我给你补充的营养 全部都是对的 可是你站在那 就是不呼吸 断气 那我还是救不了你 对不对 假设我给你的食物完全正确 然后教你的运动方式也是正确的 可是呢 你吃食物当中呢 不小心吃到了剂毒 你还是会死 对吧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健康 不仅仅是要学会做对事情 最重要是 还要自己小心别做错事情 有些错误是无法弥补的 再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给你的营养是对的 然后教你的训练也是对的 偏偏呢 你住的地方 正好离高压电线很近 那个高压电线产生的磁场 严重干扰你的睡眠 以至于不管你怎么睡都睡不好 由于你睡不好 你就没有办法很好进行修补 你还是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医 我们只是尽可能帮助你 但是你需要跟那一些所谓的医生 所谓的营养师 所谓的自然疗法医师 去好好的沟通 来共同检查出 真正的危险因素在哪里 首先要把伤害的来源去除 才可能进行有效的修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